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y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解 也是觀眾留言的這個 達麥3645 那達麥呢 一樣我會從這一個 日線、週線、月線 然後這樣子一一的去畫 那就是可能影片時長會比較長一點 不過就是我們看的呢 或許就不需要那麼短 那就是不像可能幾週 或是說幾天之內 可能就是會有這個行情的轉折 可能不會那麼快 但是呢 如果說對於一些做波段的人 你可以比較看得懂整體的趨勢 還有可能可以搭配一些 你們所知道的一些基本面啊 或是說一些 你們看好的點啊 一些財報嘛 或是一些籌碼嘛 對慢慢看 慢慢看 就是說主要啦 因為這個方式 對只是 呃比較需要有點本金啊 去慢慢的去操作 我覺得會比較好 就是都不要急於說 欸一定要馬上賺到大錢啊 或幹嘛的 這樣的形態呢 我認為會比較輕鬆一點 對 就是說 呃選擇自己適合的方式 就好了 對不要說欸 今天大碟 然後今天心情就很差 明天大大漲 心情就很好 每天就是受到這個 情緒波動對不對 呃 生活還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好我們就來講吧 首先我們一樣 先從日限級別開始來說 日限級別的結構呢 我們就簡單啦 簡單講 那我這些線呢 就不會畫的特別精準 我就是大概畫一下 那一樣啊 高點連接次高點嘛 好 畫出一條不怎麼陡峭的一根K棒 再來呢 就畫這樣子 對 那畫這樣子之後呢 呃可以在 呃這張圖裡面啊 大概的 稍微的去知道說 他這一波上來的 景線大概在哪邊 呃我自己認為啊 我自己認為 這邊有一段啊 這邊是有一段 那你可以說 啊這邊怎麼疊破啊 什麼又翻回來 對 沒錯 這邊就是 在洗 在洗盤的感覺啦 那當然 呃 假設這樣子 看到這一根 或許我會在這一根去做空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都認為 這邊是景線的 那我肯定 會再要 這個地方跌穿了嘛 對 這邊是景線 跌穿了之後 在這個地方 我會預測說 他這個位置 是會這樣子往下跌 欸 不過一樣嘛 行情總是 有時候 真的 不是 呃 百分之百一定正確 但是至少 我們在 非常非常多形態 譬如好 有10檔個股就是這樣的形態 但是有 2個是失敗 但8個是完成 那我們就賺到8個 那這8個 或許真的跌下來 會有一波不錯的利潤 對那 往上啦 假設你被尬空了 那就是找一部位子做停損 對 反正就比較簡單 或是說 欸 你資金多一點 那你是有設好 第一壓力跟第二壓力 那當然這第二壓力是離得有點遠 對 然後假設 第二壓力剛好在這邊啦 對 假設的話 欸 剛好在這邊 欸 在加碼空 你可能可以把這邊 你空的價格呢 欸 平均價格又拉到這個地方 可能5758這邊 那最後 欸 真式跌破 賺了一大段 對 賺了大概 10% 20%這樣子 不過 呃 如果是我畫 對於這檔的話 我會先走 因為 我也認為說 他的這個第二壓力 可能會比較遠一點 對 那就是一些 比較 細膩一點的操作啦 因為 因為是限期別 好 我們再拿整張圖拉大一點 欸 整張圖拉大一點 是不是又更加的有 這一個 呃 另外一個一個型態可以去看 對 我們就稍微去畫一下 看他整體的一些結構 好 呃 在這邊嘛 一樣會從高點 次高點 那在哪一邊的時候是一個價格上最好上去的位置 那當然就是 只待他突破這邊 上 呃 下降趨勢線的時候 不過他這邊其實有點 呃 多空糾結在這邊啊 多空糾結 所以這邊其實也不是一個特別好去做單的位置 那當然 如果說你做多 欸 剛好被洗盤洗洗拉上去 你要覺得你是幸運 因為 有可能他是不是來一個假突破 欸 整疊 對 這種形狀呢 在很多時候是蠻常見的 所以說 只要做你看得懂的 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再來的話 這邊也有一個型態啦 就 稍微講一下就好啦 因為 在 呃 我們這樣去判斷 當然我們這樣判斷 我們是屬於 比較偏向於什麼 事後論 但是呢 事後論我們還是 在一個 K棒圖裡面找到了很多之前的機會 那我們現在一路分析分析到 現在覺得OK的位置 那才是我們現在所要去學習的 好 之前這邊走一個結構啦 這邊這個結構是下切形態 下切形態呢 最好的入場點是在 這一根的突破 那也可以看到他突破下降趨勢線之後又回踩 回踩到這個 下降趨勢線突破的位置 然後才真的 往上走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對 我們就把 這個 他的這個壓力位 是剛好 對應到我們這個 前高點的位置 那當然再往下去抓 我認為 這邊也可以啊 這邊也可以 對 因為呢 他其實這邊 這邊 這邊 跟之前上去的這一波 差不多都卡在 大概是 60到 62.5 這2.5塊錢的價差附近 所以我認為 他這邊呢 目前是一個比較 主要的壓力 當然目前的價格上呢 我認為 他在這一波行情上來嘛 我們這樣拉 可以發現說 上影線的部分 上升趨勢線的部分呢 這邊 往後面的日子 一天 兩天 欸 在 禮拜一 有可能會再上漲 因為禮拜一 大部分 也不是說大部分 應該說禮拜一的 這個 大盤應該是上漲的 可是兩三百點應該是 沒問題 有可能啦 整個說有可能 在開盤那瞬間 所以說他如果說 在開盤那瞬間 真的到達了這個壓力區 而且他是 沒有越過 下降趨勢線的這個位置 那我會整體還是覺得說 他有可能會整個碰到這邊之後 再往下跌 然後 我也不確定到底要往 往哪邊跌 有可能 欸只是稍微收一點 對 當天只是稍微收一點 黑K 啊 結果呢 欸又 在禮拜二又反轉 這機會也是有 不過一樣啦 就是小心謹慎 目前的位階是屬於 偏向於已經快要到達壓力點位 所以你在這邊做進場的話 你不如等他回調 或是說等待他 突破了 再回到這個區間 是有機會回踩 然後再 往上去走到這個位置 這邊是比較好去判斷 因為 呃 壓力跟支撐互換嘛 對 比較有機會 因為目前還是守在上升趨勢嘛 所以說 可以這樣子去看 不過 不過 一樣都是看個人自己怎麼去操作 都可以這樣 好啦 那再來畫一下我們的結構 我們的一些結構上 日線級別是 稍微講一個大概啦 就是說 這邊彰化嘛 好 大概的這個範圍 比較大一點的範圍 就是從60 好 我們講一個整數 60到 37.5 這邊是一個 屬於比較大範圍的一個震盪 對 那會不會這一波 沒有上去 反掉下來最低點 這是有可能 對 那就是日線結構上我們去規劃 我們看一下 周線級別 或許會更加的清楚一點 好 其實我剛剛其實有點忘記 我剛剛自己在 呃 畫的一些線 不過 一樣 這些線我最後最後我們看月線 你可能就會最最最最最清楚這樣 好 那以結構上來說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邊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就是當初嘛 這邊上來這一波 下來 上來 下來 那 上去 下去 那這邊主要畫呢 就是告訴大家說 這邊做了三座 三 對 就是 三座小三 然後 跌破之後呢 怎樣 又反彈到這邊 所以 這個是經過測試的 支撐壓力線 支撐壓力線就是說 這條線呢 在支撐的時候 就是會反彈 然後跌破之後 會變成壓力 那 突破壓力之後 有機會再變成反彈 所以這條線 叫做支撐壓力線 呃 或是稱呼的緊線 都OK 對 所以說 價格上呢 接近 越接近這個線 你去做進場 你的盈虧比 一定是比較差的 越接近這個線 你去做空 你的盈虧比 是比較好的 當然我不能跟你說 他 反覆去測試 譬如好 第一次 倒打 一定 百分之百 一定是最好的空方 對 第一次到達壓力 百分之百是最好的空方 但是 一樣 我不能跟你確定說 他不會突然來一個 什麼行情的 超級大反轉 第一次去空 那你都不停損 那最後被 嘎到天上去 都有可能 對 所以說 我們只能說 要嘛 這邊 第一次碰觸嘛 我們可能比較 不確認說 第一次碰觸 好 確立之後 我們在第二次碰觸的這個位置 對 支撐的位置 做進場 那你這邊 欸 確實又可以拉上去一段 這邊就是我們看得懂的 對 可能 雖然 可能沒辦法賣到 這麼高點 但是至少 我們買的點 是OK的 那就沒問題 那這邊也是嘛 疊下來之後 第一次碰到 這個 壓力位 然後呢 又疊下來吧 我們賺的就是這一段 這個到這邊的位置 那當然這個在行情判斷上面呢 你 我覺得就是要經過一些經驗 會判斷比較 呃 清楚一點 那我們就 直接來貼合一些線 對 因為我們這個周線級別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畫的 其實是2018年 滿久之前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跌破的部分是 2020年3月 前年3月 COVID-19 剛好來個股市大跌嘛 所以說 呃 基本上 如果說 這一條線呢 你不去看 我也覺得 OK 那當然他 會不會有一些 可能 比如說這邊跌下來 這邊是他支撐嘛 那跌下來到這邊 我認為 那這邊其實 還是可以去看 對 還是可以 不過 在當下啦 在當下去判斷的時候 你就是一樣 把這個位置 當作是他 整段裡面的 這個支撐就好啦 目前的支撐很明顯 在2019年 這邊 砸下來之後 然後 一直到 2020年 2022年 對 2022年 這邊大概 37塊 都是屬於他的一些 支撐區 對 支撐區 好 那 再來 我們就把 我們剛才的線 補上去 大概這樣子吧 對 目前大概 可以畫出來的 一些 結構呢 我認為 畫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是一個整體的 下降的結構 那這邊整體的下降的結構呢 你也可以發現什麼事情 剛剛我在日線級別的時候 我就說 欸 這邊是60到62.5 那為什麼 會有可能到62.5 明明這邊可能左邊 或是說這邊 這邊是壓在60 那為什麼到62.5 好 你說看這一根 OK 但是如果說你說 你是看 下降趨勢線 跟平行線的這個壓力 也OK 對 反正 就是說 我看平行線可能在60 但是下降趨勢線畫下來 還是到62.5 所以說這中間呢 你就要去抓一個範圍嘛 你去抓一個範圍 總比你在 譬如你當衝 當衝的話 可能只能抓一個頂 因為當衝在當天 行情的 這一個 政府裡面 要跑到60 到62.5 這個之間的價格 要非常非常的 快啦 非常快速 那有可能嗎 有 當然是有機會 不過一樣嘛 能不能承受這個 2.5塊的價差 而且 當衝大家的這個 張數已經都放大 所以這是非常值得深思思考的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畫一條這個 上升趨勢線 這個是 目前來說 我覺得 誒 這是跟我們日線 有 有所衝突的一條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說嘛 我說他的結構上是 37 這邊是支撐 但是呢 目前的結構上呢 非常非常有可能 他是會 這一波可能 好 我們剛說 警線在這個位置對不對 剛有畫嘛 大家就說 這邊再疊下來就遇到警線 我們切一回日線級別看 就這個位置嘛 會不會到達這個位置之後 來一波下下跌段 是不是有機會 對 有機會 那什麼時候是最 OK的 那整段最好的 買點呢 就是看一下我們這條 上升趨勢線 因為呢 他其實這一檔 從2022年3月 這邊一路上來呢 我們是有經過測試的 這一根 那這兩根連成線之後 這一根 這一週 非常重要 這一週是在 一月底 就是台股這個 封關前的 那一天 1月24號之後 然後 2月7號 基本上 他就往上漲 對 往上漲 那 以一些結構上來說啦 以一些結構上來說 我們可以把它稱為說 假設底部在這邊 那 上升之後的反彈 底部又是更高 在 上升之後反彈 底部又更高 就會形成這樣子 上升趨勢 段的這個 代表說 他的力道是很強勁 那目前這邊是 稍微有點看到 假設這邊是一條線 這邊第二條 沒有畫得很準 這邊第二條 好 那 目前呢 對不對 這一次 這一波 下殺疊下來 第三條 所以 會不會有機會再疊下來 我說真的 我真的不確定 我真的不確定 只能說 如果說你看的長遠一點 或許你抓的範圍要大一點去布局 那 當然 當初最好的 有機會的買點 可能就是 如果在上週 跟上三週的這個底部 這底部大概多少 大概 4 5 4 6 快這邊 對對對 是不錯的價格 好啦 就是 呃 就線級別大概畫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 最後的月線級別 就做一個Ending 月線級別呢 我們就畫簡單的 幾條線 就很粗糙的幾條線 把剛剛那些線呢 欸 都補上去 好 這一個呢 是從2011年喔 超級久之前的 來 我們看一下 畫上來 好 我們對應的價格 好 我們 刻意啦 我們刻意去堆掉這條線 好不好 我們刻意堆掉這條線 然後這邊是造成一點 穿線的結果 好 沒關係 我們刻意畫這 那 畫到這條線呢 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目前的價格呢 是守在 我們 2011年 到 2022年 這時候的 砸盤 這一根 砸下來的 這一個月 前年3月 他砸盤砸下來 還是有一定的道理 什麼道理 他就是砸到 他的底部的上升趨勢 所以 整體的結構呢 以月線級別 最最最最好的 買點 是在這邊 但會不會跌到這邊 說真的 真的不知道 那如果說 台股大跌 或許 你就可以把這一檔 納入你的口袋名單 對 有可能 呃 現在目前反彈嘛 好 6月開始反彈 那 7、8月 又下殺 又在破底 在下殺 或許 有機會到達嘛 對 我們都不知道 對 我們都不知道 那有可能他撐得住 對 有可能他撐得住 好 那要看這邊的結構嘛 那一條 一模一樣的線喔 一模一樣 這是一模一樣的線喔 他卻是可以走出這樣的結構 那當然 呃 我們從這一段開始 就可以不用看啦 從這邊 右邊過去 他這邊都 不太準 不太準確 好 所以說 整體的結構上呢 以看大級別的話呢 就是從 如果說真的 台股遇到 是什麼 系統性風險 全世界遇到什麼 系統性風險的話 或許 有機會又砸盤 砸到這邊 好 那 再來的話 月線級別 可以看到 目前走一個 大格局 是在走一個 三角收斂的大格局 那 一樣 支撐呢 一樣先看看這個地方 我認為啦 這一次 真的在 砸盤砸下來 我認為守住的點 有可能 在這個地方 又會去止住 不會 到說 你真的跌到這個 25塊 對 比較不可能 除非說他價格 本來就已經跌到這邊 那再往下殺 欸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 所以說 目前的結構上呢 他已經算是 快拉到一個末端 有可能在今年 或是年底 對 我不確定 嗯 是做一個三角收斂的一個 突破 對 那我們比較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結構 什麼結構 呃 就是說 我畫在這邊 他這樣子走 目前嘛 下來一個 下降趨勢線 再來的話 假設上 我們不把這一根 當作是 他的 這一個 算是K棒好了 不把它當作 我們不看 我們把它畫掉 對 然後下面 下面把它畫掉 那這邊走的結構 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走的結構 大概這樣畫 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 上去嘛 好 下來 然後上去 下來 然後反彈 那目前呢 咦 已經走到什麼 這邊嘛 快到末端了 所以 再剩幾個月 6個月 6月 7月 8月 那會不會在 呃 今年的下半年呢 順應著我們的上升趨勢 然後來個突破 對 會不會呢 可能有機會 對 可能有機會 但我也不確定 對 我也不確定 對 那當然 他 我這邊沒有畫得很精準 對 因為到這邊切住了嘛 這邊其實沒有在回疊下來 是在走 另外一個 三角收斂的形態嘛 對 這邊是上去的 大概 這樣子畫吧 對 大概這樣畫 也OK啦 反正也是在走個三角收斂的形態 那到底會往上拉呢 還是往下跌 也就是 看個人的布局 他目前的情況 我是覺得 以日限級別 他 壓力快到了 那 你就算在這個趨勢線上面做進場呢 有可能 會被抬出場 有可能 因為 有可能反壓到這邊 又往下跌 那當然如果說 台股 在下個月 欸 來個大反彈 或許他又會 像我這邊畫的 欸 踩住這條線 又往上去進攻 這邊這個地方 對 我不確定啦 我真的不確定 對 那就算他進攻這個地方呢 欸 會不會再回疊 有可能 再回疊 為什麼 因為呢 他還是一樣嘛 有可能就到62疊 62塊整 整 不是62疊 62塊整的地方 又開始回落 又開始就跌到這邊 都有機會 對啊 那看自己的價格 怎麼去佈局 就是看自己 個人的遠光放了多月 好啦 我們達脈3645 就大概整天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